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决定建立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各领域深度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上不断发展 习近平首先感谢阿联酋方面做出的盛大热情接待安排 指出 这充分体现了阿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和对中阿关系的高度重视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把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落到实处 夯实政治互信 继续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支持对方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穆罕默德副总统兼总理表示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 希望习主席感到宾至如归 阿联酋钦佩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骄人成就 赞赏中国奉行开放的发展战略 愿密切同中国广泛领域合作 做中国可靠的伙伴 相信习主席这次访问 将把阿中国伙伴关系推向新高度 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 阿拉伯世界同中国保持着悠久的传统友好 今天 中国正引领世界重启丝绸之路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表示 我对2015年对中国的访问记忆犹新 阿方很高兴能接待习主席 这次对阿联酋的历史性访问 我们十分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 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的远见着实和治国理政理念 相信中国有着光明的未来 必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阿中在政治 经济 金融 科技 能源 人文等广泛领域 拥有巨大合作潜力 深化同兄弟般中国会谈后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一带一路建设等合作文件的签署 我们推进四重处经济带 于21世纪海上从中建设的建设 关于在中国国际进步和栏为框架下 二人的建设 穆罕默德王储向习近平授予阿联酋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扎耶德的勋章 建设为习近平主席和项顺利战略伙伴关系 受勋仪式后 穆罕默德王储向习近平赠送一匹阿拉伯马 阿拉伯马是世界最古老名贵的马主之一 向贵宾赠送阿拉伯马 是阿联酋王室对尊贵挚友的特殊表示和极高礼节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阿联酋王室对尊贵的马主席和顺利战略优独立 阿联酋王室对尊贵的马主席和顺利战略优独立 阿联酋王室在沙特尊贵的马主席和顺利战略优独立 阿联酋王室在沙特尊贵的马主席和顺利战略优独立